万圣节又叫猪圣节 在每年的11月1日是西方的传统节日 而万圣节前夜的10月31日 是这个节日最热闹的时刻 为庆祝万圣节的来临 小孩会装扮成各种可爱的鬼怪 逐家逐户的敲门 索要堂过 否则就会捣蛋 而同时传说在这一晚 各种鬼怪也会装扮成小孩的样子 混入人群之中 在一个废弃车户的门口 阿强正等待着自己的小伙伴 不一会儿小翠也来到了车户门口 跟阿强闲聊了两句 接着一身红衣的小黑也到了 也是 小黑这个肤色穿得跟阿强一样 就该直接隐身了 随后他们等不及的主动去找 还没到的两个人 小明和小白 路上碰到了小明 其他人就问 怎么就你一个人小白呢 小明说小白有点闹别扭 他不想再去捣蛋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长大了 可是他们缺了一个人 就没办法行动 所以阿强找到小白 跟他说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行动 只要过了今晚 咱们就可以脱去这身蠢到爆的衣服 然后想干嘛就干嘛 今天你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呢 他转身就拿出了一桶廉价的糖果 小黑明显觉得他在糊弄自己 说着就要上前挑衅一波 奇怪的是 发际线先生脸上的表情 似乎充满了恐惧 对这几个要糖果的小孩不至于吧 这个时候小翠出来打了圆场 说他们还有下一家要去呢 赶紧走吧 说吧 几个人大摇大摆的又来到了下一户人家 敲开门之后 直接静止走进了屋内 女主人战战兢兢的拿出小蛋糕 招待他们 连他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可这时他的丈夫却冲出来破口大骂 说你们害死了我们唯一的儿子 把我们的生活都毁了 镇上已经有四户人家都惨遭你们的毒手 你们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 阿强风轻云淡的回了去 玩到我们不想玩了为止 看到这里可以明显的知道 这几个小孩可不是普通人 随后阿强带着小伙伴们 来到了他们之前的秘密基地 一个树屋 可惜这里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被烧的什么都没有了 一番怀念过后 几个人来到了他们这一趟的最后一城 是有人的 所以他们直接打破窗户 从里面打开了门 然后分头在房间里寻找 这时屋子中间突然出现一个 拿着猎枪的女人 不知为何 她也是一脸的绝望和恐惧 拿枪撞着胆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家 然而阿强直接走上前来 把枪抵在了自己的脑门上 问他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赶紧让你儿子出来吧 女人终于是放弃了抵抗 说话间从后面冲出来个黑影 一把拿起猎枪对着阿强一行人 然而还没摔两秒就被阿强反杀 然后他们几个人就一起 把他拖出了屋子 来到一处偏僻的小树林 把他绑在了一棵树上 在他脚下放满干燥的树枝 红一男嘴里一直在求饶 还说着什么 那都是意外 是他们逼我做的 人来在五年前的今天 阿强和小翠一行人 在树屋里玩着游戏 玩得正高兴 突然发现树屋的门被锁住了 然后就被一场大火 活活烧死在了树屋里 而这一切都是这个红一男 带着之前阿强拜访的 那几户人家的孩子所为 惨死木屋中的几人怨念太深 所以每年都会借着 万圣节这个时机 回到小镇 带走他们其中的一个人 而这个红一男 就是最后一个 面对杀害自己的凶手 阿强毫不犹豫地点燃了 那堆干柴 他们就站在旁边 听着红一男痛苦地叫喊 看着他一点一点被烧焦 随后阿强他们走进了 一处铁门 朝树林深处走去 墓碑和上面的自己 在月光下忽影忽现 他们的身影在墓地中逐渐消失 他们终于得以长眠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万圣节就别到处去捣什么蛋了 中国那么多传统节日 还不够你过的吗